作词 作曲 李宗盛 就是我有一个机会可以唱我平时唱不到的歌 然后又是在一个比较好的环境下面 可以淋漓尽致 可以少一些顾忌 然后关键就是可以唱得很爽 我觉得还挺好的 关键是很久没有觉得自己在舞台上会有一些肢体的动作 不是想好了再做 是做完了发现我刚做了个动作 就是那种肢体语言是被情绪带动的 不是被意识带动的 我应该怎么讲呢 我觉得最重要的 其实我从第一场的时候 我就想要做一些不一样的改动 但是因为第一场选了《我用所有报答案》 所以其实改动并不大 因为这首歌原本的框架 它就是它的风格非常指向性非常明确 所以只是小的调整 然后到后面 从第二场开始 我觉得对我来说 我一直都说自己是一个脑力工作者的歌手 我非常愿意对歌曲进行再度创作 然后把它玩出花样 然后做出一个新的样子 所以对我来说 我很大一部分的乐趣是在前期 我怎么样设计去唱这一首歌 然后也是平时没有这样的机会 大多数时候 我可能从我自己的作品发行的时候 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唱很多年还是这个样子 除了偶尔特别的机会 我会上棚里面重新做做编曲 做一些组曲改编什么的 平时对我来说稍微的有点死板 就是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发挥我跳动的 本性的一个机会 一个地方 那太好了 我觉得那会刺激我的 会让我也许我排练的时候都没有那么好 也许你刺激我 我就会发现发挥的更好 张亮颖 我的胜算 就是只要没有被淘汰就好 就是从一到六我都可以随便排 在哪个位置都没有所谓 我在乎的是 我要在 就是在这个舞台上 把我所有想唱的歌唱完 就行了 没有 我不需要跟他讲这些 我觉得他 当时跟我讲的时候 我最早 我最后一次拒绝他的时候 我说的是 如果我决定要去的话 我必须要一个完整的准备 不是说因为说我觉得自己单纯的 我想去了 所以我去 而是说第一我想去了 第二 我真的能给这个节目增色 然后我自己把 就是对于我的演出 对于我想要表现的内容 对于节目的精彩程度 我有一个很完整的 我哪怕心里要做好第一期就被淘汰的那种状态 但是我在去之前 我必须要做好13还是14啊 13期比赛 我必须要做好13期的所有的准备 我要知道每一场我要表现什么 我要唱什么样的歌曲 而且我每一首歌 我必须要有两到三个备案 就是针对不同的状态 真的没有把它当成综艺节目 我去就是唱歌 然后我要把我想唱的东西唱好 而且你说的现场排名 我觉得现场的500位观众很重要 但另外一方面 这些歌曲播出去了 它也许不仅仅是说 总结说2014年到15年 那个将来你什么样的状态 它也许说我出道这10年 我学了多少东西 也许是我整个做艺人的生涯的一个节点 我需要对自己的每一部都负责任 我是被选太多 然后觉得很难 还好 这不是我的第一个理由 它可能是在 比如说两首歌之间 比如说对很难抉择的时候 我可能会考虑这样的问题 而且其实以前参加各种演出的时候 就不同的导演最喜欢讲的一句话 就是你选节目之前 大家都会强调四个字 耳熟难想 任何歌都有一个 从陌生到熟悉的过程 我愿意做的事情 是把陌生的东西变成熟悉的 但是不要一直就那样守下去 人是需要往前走的 你永远耳熟难想 那你就永远停在过去了 我只在音乐上夸进了 我觉得唱歌够我忙了 不存在坚不坚持 我从出道开始我就很清楚 我是喜欢唱歌 然后我做我喜欢的事情 我会很竭尽全力 我会不计成本 我会任何成本 时间成本 金钱成本 各种成本 因为只有这样做事情 才能出成绩 当你有一个事情 你并不喜欢 然后你只是想把它做完 我不是那种 那样我肯定做不好 然后做完我自己 也会觉得浪费自己的时间 因为时间越久 就越会觉得不够用 时间不够用 然后你并不知道 自己这辈子的终点在哪里 你不知道终点以前 你能做到哪里 你如果在三心二意的 当然我是就我自己来讲的话 我会觉得 我是那种三心二意 会一事无成的人 我很难遗憾 因为我是那种 想到什么立马就去了的人 我不想给自己留遗憾 而且从我可能很多年前 我就会开始思考 我人生的终点在哪里 因为这是一件未知的事情 所以我要时刻准备好 这件事情会 对不起 这个话题太沉重了 但是我想表达的是 我时间的这一个紧迫感 时刻在告诉我说 我不知道我这辈子 能做到哪里 包括今年我妈 有一段时间跟我闹一些矛盾 她就觉得 你应该再考虑一下自己 身体状况 然后你是不是应该要考虑 家庭 对对这些问题 然后我就跟我妈解释说 我说 妈你知道为什么 你现在会有时候感觉寂寞吗 除了我有我的原因 我很少时间陪你 然后还有一个原因是 你 你现在没有自己的事业重心 你没有一个兴趣爱好 然后你没有特别喜欢的把你的精神 建立的一个基点 所以你会觉得周围一旦没有人了 哪怕是一秒钟 你都会觉得寂寞 就是我跟她讲精神信仰这个东西 稍微对她来讲有点深奥 然后她又会觉得我是不是太疏灭 太有点冷酷无情的状态 但是我想跟她解释的是 人有一个精神依靠是特别重要的 只是我希望你能过得更开心 如果你能有一个自己的兴趣爱好 你能喜欢上一件事情 你哪怕是养养花 种种草 之前她报过老年大学合唱班 然后跳跳舞 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让你的生活很充实 你有一个精神依赖的东西 我觉得很多时候 人是需要适度的寂寞 这种寂寞其实是给自己一个空间 去创造自己的精神价值 我能理解 但是有的时候 可能我就现在正好处于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就想跟她说 家庭的事情都不用着急 我觉得该适合的时候 我会去判断 但我目前觉得 我的精神世界还不够稳固 我不会觉得我是那种 把我的下半辈子建立在下一代 建立在另一半 也许一部分 我觉得感情这个东西是不可控制的 但是目前我的感情更多的在我的事业上